大家好,我是美厨娘,俊杰 今天和大家分享如何在家制作红薯粉皮 Q弹软筋,晶莹剔透 关键没有任何添加,口感比凉皮还要好吃 家里只要有红薯淀粉就可以制作 一杯的红薯淀粉,重量是100克 加入100克的清水,重量是150克 用勺子搅拌融化,搅拌至没有干淀粉 凉皮裸裸,底部不用擦油 放入一勺的粉浆 粉浆用之前,每次都要搅拌均匀 一定要等到锅内水开之后才可以下锅 先晃动一下盘子,使粉浆分布均匀 大概10秒钟之内,粉浆凝固,快速灌水 灌水以后,心里莫属6个数字 也就是说6秒钟,立马出锅 放入凉水中 先用手指甲在边缘处划上一圈 使其更好脱落 利用水的浮力,边接边晃动 这样很轻松可以接下来 只要粉浆的浓度掌握好 蒸煮的时间掌握好 罗罗上面不用刷油 也可以轻松取下来 而且张张完整 后面再蒸的时候 用干净的毛巾 擦掉罗罗上面的水分即可 后面都是按照同样的方法 制作完成 100克的红素淀粉蒸出来4张 全部蒸完以后放入盘里备用 接下来调一个料汁 蒜酒内放入两瓣大蒜 倒成蒜泥状 放入盐 灰晶 一点点白糖 生抽 香醋 辣椒油 芝麻香油 加入凉白开 搅拌均匀 料汁就调好了 如果大家有条件晾晒的话 可以一次性多做一些 晾干保存 现吃现泡特别方便 我是只蒸了4张 现吃现蒸 统一放在一起 切成宽条状 放在一个大盆里 放入配菜 黄瓜丝 小米辣 超过水的绿豆芽 花生碎 我们调好的料汁 最后加入香菜 喜欢吃芝麻酱的 还可以加入芝麻酱 搅拌均匀即可 是不是特别简单 三分钟就可以搞定 爽滑Q弹 酸辣开胃 炎炎夏日来上一份 拿肉都不换 喜欢的赶快试试吧 谢谢大家